这番棋将解释六星蝴蝶剑 2023年的三番几个战 王天一对战是仁刚冬子仲 二打一局面 王天一不怕走先之路 黑方是故宫炮 上一局天一就差点翻车 最后是逆转反杀 本局的话这个棋王天一就先手 黑方的话得走故宫炮 红方是单体骂身心 那你上来之后他这边就上局 这对方是飞了个像 那么红方就出局 准备点进去威胁这个码 黑方快速出局 红方就进去 黑方出来以后 红方抓一下 在黑方看来他其实可以保 红方这陷了个兵很有意思 那么你不吃他就过去 你一吃他就平炮 这里要吃子 所以黑方不甘心就退回了 那这里双方进行了一个换局 换之后呢 这个棋啊 红方一掌局叫我吊 这就是飞刀呀 黑方走G4平二 想牵住红方 不让动 红方就走到巡河跑 其实他这个棋应该走 G4进三比较好 这个棋可以破解这个飞刀 就说你现在如果吃 我可以掌 他实战当时走是这条棋嘛 那黑方一进足就可以对了 所以这个棋应该说是可以纠缠 但是呢 红方他可能会走一个G8平三啊 仍然是持有先手啊 所以这个棋先手归先手 但是至少比身要强啊 实战他是G4平二了 结果这个棋啊 就被红方利用了一下 那么黑方好准备长起来 看似两台差不多 其实这个棋啊 红的有一个平局守的啊 黑方这儿的话 如果上马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这棋点进去还是不舒服啊 他选择进炮啊 就上当了 红方这棋一催炮啊 这儿你要是进足头炮吃了 这儿你要是打G的话 人家先打过叫门啊 你还是吃不到 最终他G可以再闪开啊 所以这个棋啊 就是盯住底下门宫做人章 刚才说到为什么不走G4平二 直接走G4进三 就可以走住三金 所以这个G啊 自己把自己绕过去之后啊 挡住了这个对足这套棋 所以留下这个弱点啊 就被红方利用 先看他怎么利用吧 黑方想吃 红方射手打掉 黑方飞向以后啊 红方这边也飞个向 黑方到这儿是打G啊 那红方这个棋啊 就走了一个平G啊 就把这个足小掉 黑方不可纠缠 红方就让一波啊 他是看准了对方这个马有问题啊 准备绕道过去罚鼠 那这里黑方他是下足 想过来抓这个马 红方他就上啊 黑方继续过来 看着我一马 红方现在浸泡就打向去了 黑方也不管这么多啊 先吃一个再说吧 红方就点进去啊 黑的先吃 红的捉的时候 黑方可以逃啊 再捉 我们这儿他过来给你对杀 红方拍一将啊 黑方他落 赤啊 红方把这个马给吃了啊 黑方把这个马也给吃了 红方顺势呢 打着边阻 就没底线将军 那么对方这个棋啊 他选择招法去上马 就要去采炮啊 红的底线就将他一局 那么这儿的话 黑方啊退回 他认为就是你 少一个子 他多一个子啊 就一多七少 结果王天一这个棋啊 走的也是非常精准啊 点浆之后 给他来一下 然后呢 把这个炮给吃了 当对方认为 可以吃一个的时候啊 这边点浆啊 下去之后呢 吃炮啊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你现在居是巷口 看不住炮 这炮一种马叫丢 但是这个马比较弱 他临场决定保这个炮 所以这个先棋后棋啊 算度确实甚远 将军啊 再吃掉 不是的话 就凭三分吃炮 甩炮的话 将军啊 这边泥垫 他这边有个什么棋呢 就是退回抽屈 当对方去挡的时候呢 红方还有这招棋啊 退回一捉啊 就被炮给捉死了 黑方到这儿中了飞刀 KF是非常的不甘心啊 想偷一下 就是你要吃一个的话 我杀一僵 这个足还可以纠缠一下 即便这么下 黑方也不见得有棋 但是的话 红方连这个机会也不给他 就不合适啊 到这儿黑方一看啊 这个足处员可以保住 但是这个炮一丢呀 那也是时间问题 肯定要数 因为对方确实像 所以没办法 这里就认了 这盘棋 王天一获胜啊 我们看第三局 这盘棋将近是沃龙凤雏 2023年的三番棋越战 这是仁刚东子舰 对战的是王天一 开局是飞向 对战的是视角炮 红方是二打一啊 那么黑方这个棋也不怕 红方冲兵 黑方跳马 红方跳马以后 黑的是把鞠拿出来 红方呢 强占河口 黑方这个棋 选择招法施加中炮 这打着中鞭 红方正常就出局 黑方是先上马再说 这里随时要牵制红方 红方呢先平开 这儿黑方是进了七足 红方捕失之后 黑方可以考虑先进局 捉一下马 如果你踩的话 我再打过来 这样的话有针对性 先打的话 那这个次序不同啊 红方就上马了 黑方在捉的时候 红方就出局啊 先捉对方的炮 吃完吃双马 对方肯定要鼓势 然后红方呢 这时候有一个 宪兵的棋了 那么黑方这个棋啊 如果你的局去吃的话 将来他可能进局吃炮 给你换掉以后呀 始终有一个炮平三啊 瞄住你不舒服 所以的话 黑方这个棋啊 就会非常不利啊 他决定过一个啊 这个棋是你要走 炮平三 我可能就冲个足 你才维持啊 双方这个换棋 你刚才打的话 这边还吃着炮啊 那么这儿必要受不可向也可以 所以红方这个棋啊 他就不着急走炮二平三 先掌局出炮 黑方自然是退 红方这走个炮二平三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你这个炮 已经挡着局了 你再冲足的话 那这杀过来 或者是打你一个 你也没办法 所以对方现在 当务之急要逃这个马 他先退啊 看住底下 红方这个棋啊 就点进去了 随时呢 准备杀他啊 黑的这个棋的话 走 局一平二 希望对掉 如果对掉的话 会怎么样呢 咱们可以看一下 对掉以后啊 你一吃 他这边其实可以打 到这儿 你即便打个下 也没用啊 吃的话 你就马一上 所以这个棋啊 红方现在这边有压力 还得考虑对局啊 对完之后差不多 所以这个棋一旦一换局啊 就形势差不多了 红方呢 就过来抓他一部炮 看对方怎么走啊 然后找机会 就可以马六星五 踩中足啊 这儿黑的 他是家中炮 意思是我打一枪 吃你局啊 红方就先闪一步啊 这儿的话 黑的走一个飞向 因为这个棋 始终有一个门宫盯着他 人家一进去 吃马就问题 他飞向之后啊 这边就杀过来 还是要吃相吃马 黑的意思是调整 你要吃相 他上马打局啊 那这个棋 你炮发挥不了作用 就没起 红的决定啊 就冲冰 先采局 黑的又点下来 红的这边走局 平三是要吃马 黑方就先上 红方这个棋啊 退局 吃足准备抓炮 黑的走的是平局啊 就吃马 红方这棋平一步 意思是我穿一张 抽你的局 黑方落相 还是要吃 红方选择退回 就守住底线 黑方 居二进八 他这边准备过来 就吃这个炮 然后再吃马 那这个棋啊 红的选择 先把这个马撤回 然后呢 黑方过来一吃 这儿的话 他是 马都进七 那现在这个棋啊 正常也就吃 对方呢 也就踩 相吊之后啊 这个棋 居三平 对黑方来讲 能走的就是上马 这边有一个踩鞠的手段 这个踩鞠之后啊 你要是试掉 他一踩鞠踩在实施的马 至少丢个试 当然你肯定会啊 用鞠顶 他有个棋鞠啊 砍掉你的棋 然后你一吃 他一踩 你试掉 他再踩一个 所以这种棋啊 先上马 把鞠鞠过来 已经砍马是一个好棋 双方均是啊 这儿他退回有点失弱 这样红方这个棋啊 就上去踩鞠了 黑方拉住之后 红方这个棋啊 就摆脱 然后呢 你拱鞠 他就甩开看住 这种棋啊 红的肯定主动一点啊 黑方还得退 接下来红方一打去之后啊 你不能吃马 否则打向囚具啊 点将的话落实 黑方自己位置比较差 红方这个棋啊 冰种也好 所以红方现在占优 到这儿 吃马还是不敢吃啊 他退一步 也不给你这个换次机会了 那你要退居啊 他就简单给你换掉 换了之后呢 就是希望你这个足够啊 找机会 比方说回马踩你足 再围你的马 所以对方肯定要退啊 不能够让自己的子处于险地啊 要尴尬 这样的话退回啊 那你这儿一走 他就冲边冰过去了 现在这个棋 他是想吃这个子不敢吃啊 担心人家一闪击 吃马这边向耳居啊 所以他先过一个 先过一个的话 那红方啊就上马了 黑方这个棋啊 一捉 红方跳进去 再捉的话 这个棋就退回啊 抓他 如果你牵制的话 他一踩就给你换了 现在马炮多兵啊 黑都不愿意 平足纠缠 红方一甩距啊 黑方右边底线是一个缺口啊 这儿他平足啊 底线一将 我试 现在他要对啊 其实马炮多兵八也是不错的选择 直接对的话 那黑方这个棋啊 正常也就是对啊 他走一个上马 踩双啊 其实这个棋 看着厉害 红方只要一上马 这棋啊 跳马叫杀 你肯定要补士 然后这个抛一瓶之后 打着马鞠抽着鞠啊 步步牵手 将来还可以平平拱鞠啊 红方这个棋 对黑方来讲 是一个泰山压顶 黑方现在没棋啊 所以红方占优了 优势很大 所以正常情况下发展啊 走到这儿的话 那黑方相当不利了 但是的话 红方他临场啊 走了个平鞠亚嘛 为什么不吃鞠呢 吃鞠的话 踩掉还是踩霜 你要是回马刊 这一瓶足还得丢一个 那同样你走这儿的话 那应该吃掉 结果还是一样 最终你还是要丢个子 所以红方这个棋啊 应该说走漏一步啊 应该是走上马 抽锯表积极 叫杀嘛 他没有走叫杀 而是消极对军 结果被人家反而吃一个子 那一盘大悠的棋啊 突然就变成一个 翻车的现场 现在黑方有双马 红方就一个马 他能做就赶快抢对方的足啊 想办法去求和 那黑方这个棋啊 他现在啊 就把红方这个冰线吃掉 准备了双马引拳 外加一足 这样一来的话 那红方是相当危险 他希望的就是 对掉一个马求和 但是似乎 从现在来看啊 目前是没有机会的 到这儿这个棋 双马引拳 他就回防 王天一断棋归路 下一步上马一将吃马 那么这儿的话 就进来逃跑 那现在就踩他一步啊 对方赶走 不给他回防 飞向扣住他 吃相的话飞一个相 你要破相的话 那这个棋啊 就是速败 这儿他是希望两个兵的 可以连起来 黑方这个棋就平足 不给他回防机会 然后呢 回马踩兵啊 那么下去之后 这个棋下足啊 找机会是要把马绕过去 但是红方也没有办法去抵挡 只能啊 看着黑方这个运辞 到这儿踩着兵啊 下将军上 回马之后呀 还是要去绕啊 他先踩足吧 平足之后啊 再踩没啥用 可以上去了 那他没有把这两个兵连起来 应该说是啊 导致的速败 本身的话 这个棋两个兵连起来 黑的响应这个棋 也不是说太容易啊 他至少需要时间啊 你这不连的话 你这把兵给踩了 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就很容易被对方击溃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很显然少一个兵啊 防守起来也是力不从心啊 黑方啊 顺势一将啊 准备啊 连门一脚 红方现在不敢进啊 进来挑一将是没了 就上 一上的话 人家回马踩着兵啊 兵一逃之后能回马 准备继续出马尹拳 红方知识想逃跑 这个棋的话 你现在不敢进啊 进来是没了 落实的话 他这个棋回马一江呀 好不容易逃跑了 结果这个马丢了 可以说是啊 杀了地方丢亏气甲 红方本来占优的局面啊 就走错一步啊 关键事会啊 分出了胜负 最终的话 王天忆凭借这个高盛参局啊 硬是被对方杀没脾气啊 对方也就认了啊 再不认吃光了 这盘棋啊 王天忆获胜 咱们一会看第二局 这盘棋讲解是边打二怪 2023年的象甲第15轮 这是于右华对战李汉林地战 非常经典 开局是飞向 对战进三足 红方足底炮 那黑方是飞向 这儿红方先挺三兵 避免黑方两头蛇 黑方跳马之后 红方是上边马 黑方就上马把鞠封住了 红方呢 出横鞠 黑方选择招法是足以经营 这儿的话 把马之主 红方先把鞠拿出来 找机会吃中足啊 抓马 那黑的就看住不让你过去 红方正常也就上马 黑方上边马 红方也就捕士 准备出鞠 黑方呢 先行捕士 红方把鞠拿出来 黑方是平炮 准备出鞠 红方呢 很自然就上马封鞠 黑方他走足 打通 足临线 那红方到这儿的话 就掌鞠 想要去吃 黑方的足 到这儿的话 黑方先给红方 来了个下马威 踩兵 抓炮 红方呢 退了一步 黑方这时候就回马 失眠埋伏 到这儿已经 射下陷阱 摆下了红明宴 但是呢 余又华还浑量不绝 这个棋稳健的招法 就是退一步再说 但实战的话 他把这个足给吃了 因为黑方现在是 上马踩鞠打鞠 看着有点心太甚 红方这个棋 看着好像吃掉 也没毛病 其实到这儿出了大问题 这鞠要被捉死 为什么呢 这跟之前的马尔金 相呼应了呀 这招棋的意思 看着踩炮 其实它主要是为了 走这个巡河炮打鞠 这边就等你过来 一旦你一过去 天罗地网等着你 这边有鞠你进不去 那就退了 你一退的话 上马打鞠踩鞠 边打而怪 到这儿呀 瞬间就崩了 余又华 也是一个狠角色 突然之间 其实就有炮给砍 这个炮是最回货手 他砍完之后呢 对方失掉 现在打着鞠 还得退 那现在黑的选择一个 炮二推四 将来的话 这个棋啊 可以出局 那红的是 直接给打过去了 准备了强行啊 做中炮 这儿黑的是先落一个 红方就下中炮了 黑的这个棋啊 走的确实是 够狠 把你牵住 上马尔踩鞠啊 强行给你对子 这儿就是一座棋手 红的这个棋 赶快脱身 没办法 黑的简单一吃 红的杀一将 让对方兵种不好 他没有炮了 那这个棋的话 红方切进去 要踩鞠 黑的这个棋啊 就对局欺负你 红方这棋 不能对啊 一对就输了 只好到边线去 黑方趁机 我鞠拿出来 抓着炮 红方的这个棋啊 红方的这儿的话 也只好先平开再说 黑的平去过来 又是叮嘱他 接下来这个棋啊 不让你反击啊 那红方就退回来 先把马看住 黑方这个棋啊 他没有选择一个牵制 而是走了一个 简单去对 那这个棋还速度更快 欺负你 红方到这儿 他一对局叫输 他只好退一步 吃马去了 黑的这个棋啊 他就马一进三 这招棋啊 通渡阴平 你不能够吃 他底线杀棋 那红方只好 冲兵先看住马再说 黑方啊 底线传一将 落实丢炮 那肯定要退炮的 这马三退尾啊 绕过来之后啊 再马我进七 这就完了 那红方肯定不甘心啊 他知这个事啊 结尾 黑的这个棋继续上马叫杀 反正你不是的 砍事就完事了 红方一看 那我平炮吧 黑方就杀进来 这个棋红方一看 我赶紧对个鞠吧 也算他下得顽强 但这个棋啊 黑方有这么一招棋 一招点了 对方就怀疑人生了 你这个棋 你吃还是不吃呢 他多少杀你 但临场的话 这个棋啊 你和林可能也是求问啊 没这么下 那么他选择把鞠对掉 稳健啊 这儿的话就吃 那现在这个棋 该怎么突破呢 黑方先补了个试 红方上马 黑方选择是退鞠回来 就要吃对方的兵 那红方这个棋 他就平 不让你鞠过的 这时候呢 黑的选择一个 后马尖六 被这马腿也要吃 红方到这儿 强行保住不敢动呀 担心人家 鞠八平六啊 锁猴 这儿的话 黑的就上马了 下一步马偶心思 红方就不得不补 世界杀 黑方去而复返 又点进来 继续呢 针对这个事啊 虎视眈眈 眼看着三个子 要杀进来 红方也无奈呀 出城逃跑 黑方顺势一箭穿心 下一步棋就 踩兵啊 或者跳马 就怎么解啊 红的选择一个上马 想偷一下 到这儿的话 黑方也不管他 因为你没有杀招呀 将军就变出 再将的话上 到这儿的话 看着马三接二 是无解的 对方就认了 那这盘棋啊 确实杀了经典 关键是把那个G给为死了 红方这个棋啊 他不该去吃这个醋啊 结果你将成了大祸 最终的话 李汉林获胜 这盘棋将近是 牵手如来掌 2024年的象甲 第13轮 红方是鱼右华 黑方是旺阔 开局是飞向 对战棋马 两位全国冠军的对决 这里红方挺兵制马 黑方就进足 形成屏风马战型 而红方形成单体马之后呀 他快速把G拿出来 黑方这个棋先推炮 这儿保持灵活 将来可以炮八品棋啊 随时进足一对 这个马就活通了 红方的话先挺兵 黑方的话就把G拿出来 红方不合适 黑方不合适 红方这棋 知道对方要过来吃兵 他随时可以巡航炮去打 但他不走这个棋 他故意的就平开 引对方进来 骗他 黑方的话果然就点进来了 红方的这个棋就示弱 跟他对 黑方临场就换掉了 为什么要换呢 因为你要是不换的话 看着文件 其实上马一登呀 就出问题 虽然你可以进足周旋 但是他打掉之后呀 这边你带吃可以打相 所以你必须得给他拱掉 他这边吃完之后呀 你看着好像对局对不到 对完之后这个马没了 你不对他吃你的马 这都是问题啊 哪怕你过来就给你换掉就行 那么这个棋 红方上马快出局快 明显是有利 这儿随时还可以过起兵呀 所以红方优势很大 那么这儿的话 黑方他一看 非对不可呀 对完之后啊 这个棋红的出子快 有先手 但是黑方可以选择 金炮打嘛 你要踩个足 他打个兵啊 找机会能把这个局换掉的话 这个棋也可占 那么他走的是掌局啊 这就有点用强的味道了 红方就出局 黑方就抓 红方在这儿应该是上 这就是方丈大师的这个牵手来掌呀 咱们看一下到底多厉害吧 上去之后 你只要敢打 他马上进去就吃 你吃完继续追杀你 还是红的好 那你要是上马 用炮去看 这儿有一招天外非先 太精彩了 那么这儿你非吃不可呀 他打掉之后呢 你看C一冲 这边就吃掉 那正常你得打呀 他马上拱掉你 现在你逃炮 他就冲兵啊 你要是吃掉的话 他吃掉你 这样一来的话 你上马 这必须的 你不上他跑八斤一 下一步吃足抓四马了 过来之后 他一杀看住 你再吃的话 他兵不进 走这个的话 其实呀 他可以金炮放中炮 你想卧场马投袭 他还不让 所以你还得退了 这中炮一放 一甩剧啊 不方多三个兵啊 优势太明显 所以对方这个下 很显然是不利的 但是我们说到 这个少林方丈呀 他这个掌法 虽妙难以持久呀 到这的话 他选择退回了 这招起啊 有点示弱了 黑方一品炮呀 就可以抗衡了 红方过来对局 黑方他不对 红方呢 继续对他一下 黑方一看他对了算了 双方进行交换之后呀 黑方进去足 红方一吃 黑的一打 所以到这的话 红方也没啥便宜 这他上马就对 黑的他不对 黄困的还想赢 到这的话 这个棋 游华继续过来 你吃一个 那我也吃一个 双方是后不相让 黑的上马之后呢 红的上马 黑的就给他踩了 红的给他吃了 现在红方的兵种好一点 两个马 黑方虽然一个马 但他这个速度快 金炮先打 红方的话也就上 黑方把中兵给吃了 红方把鞭组给抢了 那这个棋啊 他跳马 集中 红方也就上 黑方退回 勒住他 红方就打 黑方上马 想我吵吐袭一下 那红方就退回 抓一下 黑方先来一将 红方出 到这他下底下 要踩箱 红方这个棋就上 现在黑方的推炮 准备了抛锡瓶溜 现在红方回马 跟他对一下 就是兵种好 所以黑方这棋啊 只能闪 红方这边啊 就置个式 黑方的话 这个棋啊 他想利用一下 红方随时可以进来 实战的话 他选择踩霜 对方也就跳江 到这之后啊 踩着炮 打着马 那么对方先跳一将逃跑了 然后这个棋啊 没吃到 黑方退回之后 反而要吃红方的兵 红方他不愿意 冲兵 黑方就对掉 对完之后 红方打过来 黑方有一个甩炮 到这三子对边 红方这起先知识 不怕你啊 你这一下来之后啊 他支个式 背着马腿 先喝伸腿 对方想偷一下 那这儿红方就上去 不让 黑方继续的追杀 红方到这儿就上马 黑方有个马后炮 红方就逃 黑方这边支的一个势呀 到这以后主要是限制啊 红方的马过跳 然后呢 这个鞋找机会过来牵制你 这招鞋走完之后呀 红方感觉不太好处理 临场就超时了 那这个鞋如果不超时 结果会怎么样呢 咱们看一下 红方其实可以下帅 黑方这鞋肯定要牵住 红方正常落势 目的就是下不打马 黑方对爆也要打马 红方先打 那黑方肯定要退 因为你不退的话 灌掉冰种茶 这时候呢 红方其实呀 有一个瓶炮 不让抓适啊 你要是这么下的话 他有一个上马 就强行给你换了 通过转换之后呀 双方也是军事局面啊 大铁是个合企 但是这个 双林方丈呀 他这个掌法 谁妙难以吃久呀 结果最后给超时了 任务行事 胜之不武呀 这盘棋啊 王库活胜 这盘棋 讲解是破铁砂掌 2024年的象甲 第15轮 秋千任冲出江湖呀 咱们看看李绍根啊 如何破他的铁砂掌 开局是飞象 对象进三足 红方足底炮 我们常见的招法 就是飞象 将来有机会跳正马 没机会就跳乖叫马 那本局的话 黑方直接是上边马 进的三足 却跳的边马 看似违背了棋力 其实呢 他是以退为进的招法 这样走起的好处是 出局比较快 红方如果出局就封锁你 前来这边再加中炮 这度棋呢 姚洪欣啊 赢过一个高手 非常厉害 这儿的话 这个棋看着 示弱 其实人家这个棋是成立的 红方到这儿 他挺边兵 帮马这种 就是打太极 跟对方斗功力 用阵型欺负你 黑方还是按照这么一个强硬速进攻 那红的该如何抵挡呢 正常是上正马 但是这样来的话 这个棋弹子炮就得不到发挥 所以呢 临场 红方走过来叫马 黑方的加中炮 快速出子 这儿的话 能吃就吃 不能吃的话 至少他出子快 那现在黑方两手准备啊 红的是把局限拿出来再说 他是利用你啊 用炮换掉一个马 是亏的 而且这个马的位置本来就不好 兑完之后你只是吃个中兵 那红方这个出局快啊 那黑方举个炮过来 空城机啊 没有用的 所以容易啊 两个马呆滞 被人家利用 所以呢 黑方他就快速出子 过来吃马才行 不让红方去走 红方为了走 他嫌补适 这边你一吃 他可以用鞠砍住 这是离带淘江之计啊 那么对方掌取之后呢 心生一计 平炮一千 要得子了 红方掌取呢 浑然不惧啊 他找机会 这边可以打去利用你 你这边一走之后呢 他这边先来一招 平炮到队 正常就换掉啊 对方将来这个 实相一补 炮可以随时退回 那么走 炮尔尖 第二他是呢 继续啊 围攻 红方的马 但这招起有点 推波助澜的感觉 红方顺势就跳开了 黑方以为平局 可以利用红方 红方笨一点就看 本局这个妙所是 拆炮 你吃我一个 我吃你一个 还有吃另外一个 这样交换下去的话 黑方必定血魁呀 所以黑方先行不适 这儿继续打击 红方的马 实战红方回马了 这个鞋如果你一走 会怎么走呢 咱们可以给大家介绍 两路占优的招法 红方第一个占优招法 就是推炮打击 这个鞋比较直观 把你赶走 那红了在过河鞋啊 这个吃足亚马 就占优了 但是这个鞋害怕什么呢 就怕对方点进来 这边吃双 你打击它走开了 但是你这边丢子怎么办 你上马看还看不住 所以你左边肯定要狮子的 如果想到这一层的话 你可能认为啊 这个鞋不成立了 但这时候红方的惊天妙处在于呢 他一平炮打鞋 肯定往哪走 按照常规思路 他肯定是先往中间走 他的目的不在于 抢占多好的点位 主要就是 他担心你这个鞋啊 看着这些兵 把鞋抓死 所以他会先让你这个中族掉起来 挡住鞋 先让你鞋兵就没法配合了 但是本鞋很巧 红方用马配合 黑方呢 这个鞋啊 走到哪里都会被这个小兵抓死 所以这就是啊 推炮打鞋经典这处 那么走到这儿 对方肯定是插沉难逃了 但临场这个鞋啊 如果你顾忌左边丢子的话 又没有看到右边打死鞋 那你可能就不会这么下 所以话到这儿啊 这个推炮打鞋虽然精妙 但是一般人啊 你如果没有舍身取义的精神 恐怕走不出来 那么这个鞋是对破裂的考量啊 这么看一下 除此之外呢 红方还有一个手段 什么手段呢 我先把鞋挡住 不让你过来 对吧 这个鞋问吧 下一步的打你 但是同样的道理 这样人家可以吃你一个大子 如果你看不到啊 炮三推一的妙手 那恐怕这个鞋你还是走不出来 打着鞋啊 你一走开之后 你一打 再把你打进去 最后的狮子不说 那你两个马不活 将来固河鞋吃足亚马就完事了 所以说这个鞋的结果呀 也是不利 那有的人肯定不服呀 想一鞋换三啊 刚才吃一个 现在再吃一个 那这边还准备再吃一个 但当你吃的时候 你发现人家把鞋又打了 你双鞋不在呀 那还是亏了 但是你要去逃的话 那这鞋啊 双鞠双炮 虽然你也四个字 但是人家多个鞠啊 显然不利 更关键就是你这个马呀 他不活 人家一过去欺负你 相当憋屈 所以左这儿啊 就殊胜了 最后看到这个鞋啊 红方这个套路深吧 空城记引你过来 黑方两个炮去打兵 最后是咄咄逼人 结果自己差点挂了 这就是铁沙掌呀 结果被破了 破完之后呢 但是红方临场啊 你一般人的惯性思路就是 你吃嘛我掏就行了 这两个啊 弃子 杀身成人的招法 他想不到 啊 结果这样的话 也给了黑方 喘气之息啊 你拆炮 相一步就给其安全了 红方八万区啊 继续等待时机 黑的是过河区啊 这儿其实呢 他主要是想打通兵线 红的选择招法是拆炮啊 那么他是故意可能引对方过来 你过来我再拆开啊 捉你 那么黑的先补个相啊 不着急 到这儿的话 这个鞋啊 红的走平局队 黑的正常队的就事了啊 完了 但是他走这条棋啊 就希望可以把这炮的位置调一下 感觉炮位置尴尬 红方也是顾忌底线的闷弓 所以呢 就给他吃了 希望对方一打 松开下眼就没事 然后呢 他腿会就捉 黑的呢 这个棋呢 就冲过来 这个棋其实 应该来说 他躲开就行 那他可能担心 人家金炮 一打把鞠杆走没棋了 所以呢 想充足打通这个兵线啊 前来就可以扫中兵 那这个棋的话 红方啊 他没有去吃 走了一招平炮呀 就让黑方陷入了 进退两难止境地 这个时候 那黑的可以走 其实把这个兵打掉啊 那你这个棋要打掉 我炮撤回 你也踩我一吃 你不踩我就打另外一个兵啊 所以这个棋啊 前来可以打通兵线 黑的这个棋可战啊 走炮四 进三啊 很强硬 他是希望你冲我一队 仍然可以扫通兵线 不掉红方一拘杀过来 不给他这样一个机会 刚才你可以打兵 现在打不到了 那这个棋还被他拘杀过来 你要是走这个炮 他把箱也给破了 所以对方为了不丢下 就只好退一步 那红的选择去对啊 正常如果对掉之后呢 这个棋啊 红的 应该来说自己位置好 黑方两个马容易受攻啊 红方这个残局有可能会啊 多两个兵会占优 那么黑的他不甘心就退炮 这儿试图呢 对完之后可以打对方的中兵 这儿的话以牙还牙 而红方这个棋先不炮持 黑方正常也就是对子 对完之后 因为红方这个子位置好 速度快啊 将来至少多两个兵 所以的话这个棋 他不肯啊 他踩掉 将来来的话 红方还跟他不对居了 欺负他的炮 对方这个棋 他只能打了 划上一条道啊 红方这个棋啊 他选择的交法就上马了 将来一平局过来抓 你炮一走啊 再一抓 马就要受攻 正常要禁足 但禁足上马来踩炮 炮一走丢马 不走的话 这个马上就不吵 有问题 所以明知啊 人家要吃炮 你还不能逃 这就是赤裸的阳某呀 那黑方啊 只好就进足 首先不让你上嘛 啊 那红方当然是要吃 黑的闪开之后呀 他这边就杀进去 黑方呢 只好接接败退 红方在这呢 继续去捉炮 啊 黑方还得过来 他索性一换啊 想赶快把这棋稳住 那么红方这棋 他也不着急 先杀过来 波抄马随时可以杀 他的意思是过来 吃马吃炮得子 你要是打过来踩着炮 这扑炮会利用你 所以这个棋 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 他选择退吧 这样的话 红方就上马了 那么黑方这个棋啊 你过来如果对炮 对吧 他对掉之后 过来吃马 破相也是一种选择 你要退回看的话 那就别动了 那么这儿的话 或者说啊 踩足都行 拆炮啊 到边线打过去 这都是棋 所以黑方这棋啊 平炮虽然顽强 他也是有顾忌 他决定把G对掉 这样更稳啊 对个G的话 这棋啊 黑的可战 不过红方这个上马太厉害了 你不挡的话 第一招要致命啊 对方上马啊 这边是顽强 跳马一将出来 这时候红方他不对了 退回了叫杀 你电G的话 炮给你一将受不了 你不电的话 居一将这就拿下了 怎么办呢 对方就上了 准备找机会 将军指示逃跑啊 红的先走炮过来 欲擒故纵啊 他不着急 将军至少抽你个马 那怎么办呢 对方先指示逃跑不让 红方这个快马架边就上 黑的这边过来就要打马 红的这边就上去踹鞠 黑的就掉过来啊 因为你吃也没用啊 跳马马后炮杀你 他先掉过来 意思是你马后炮 还可以垫个炮啊 纠缠 这儿的话 红方果然是啊 踩进去 黑的一过来之后啊 至少你就不吃马了 他把你引离了啊 然后他平去过来抓马 这马还不能走一走鞠没了 要走这个马就得先走鞠 点将之后呢 这个棋啊 就往回一撤 这儿的话 这个棋黑的就逃 红的啊 走着个回马进枪 一般人可能认为 我回马的鞠不吃了嘛 但红方就这么下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踩着炮 你一走一点将马没了啊 这个棋你要是吃的话 人家就上马一枪吧 鞠除了 所以到这儿的话 一看丢鞠了 球中也只好认了 这盘棋啊 力烧更活胜 对盘棋 讲解是进退维谷 2010年的巨肉毛山杯 全国关交竞赛 这么看一下 赵新兴 对战的是赵国王之战 开局是中炮 对战的是骑马 红方跳马 黑方出鞠 红方出鞠以后 黑方是屏风马阵型 红方采取了三兵的思路 黑方就进三足 红方跳鳖马 黑方进鞭足 这儿红方呢 是武器炮 黑方上马封鞠 红方呢 去九星一 黑方这儿 从鞭线杀出 这种鞋的话 现在走的还是比较少 一般多是 坚守足连线 直接杀出来的话 等于说 帮红方帮马放火了 虽然吃了这个兵 但是红方可以守住 现在你还不敢对 对完之后空头炮 那黑方这个鞋 强行掉鞠过来 他的意思是 我进去抓你抛 你抛如果退一步 鞠就出不去 你要打出去 我也飞向刚好利用你 这儿的话 这个鞋 红的就掀出来 这个时候 他还要到河口对你 你现在抓的话 他退一 暂时没用 黑的决定 先为一个像在说 红的就上吧 以往招法是对 但是黑方 他可能去进一步不对 这儿可能还要踩你 所以 红的这些上 这个鞋特点在于呢 不让你走 橘四金二 威胁他 你要橘四金二 他可以拆炮 你吃炮的话 他一飞向 将来右边的炮 把鞋就打死了 所以这个鞋套路很深啊 到这儿的话 你不走的话 他要踩中足 还要打将 抢先手 所以黑方捕士的意思 就是我 鞠八平六啊 双鞋抢你的马 红方到这儿 就踩掉了 黑方的话 这个鞋啊 就马二十一 切进来 他的意思在于呢 就是抓炮 抢先手 看你怎么走 红方自然是退一步 因为黑方 这个马一跳进来 就用啥底式的鞋啊 他退一步是提前 变着马腿啊 不然你跳 黑方他仍然跳 这个鞋的思路 可能要进炮 打局 分边下底线 这鞋 手的很多 那么将来的话 你到底线之后 还有个上马踩箱的鞋啊 红的就先不是的 那么黑方这个鞋啊 他如果先进炮的话 那很可能红方可以跟他对局啊 所以将来掉过来捉他啊 那这个鞋其实就打草惊蛇了 黑的决定先吃一个再说 不着急 红的的话就进局 勒腾一下 那么对方退回 到这的话 红方是拆炮 接下来 黑的选择 炮八尖啊 走这个鞋的意思 就是说担心红方啊 总是有这么一脚 采取手段 所以对方决定顶起来 你要这么下 我就勒入你好了 这样的话就比较舒服 红的选择先飞向 黑的是炮八平物 这儿红方的就给他对了 黑方也就踩了 接下来红方平均啊 继续追杀 他希望的是你上正马 他这个马往里钻摩槽 所以呢 黑的决定上边马 跟他换了算了 红方这期不愿意换啊 他不炮给他了 这样的话 黑方就组五星一 到这儿以后呢 红的选择脚法是 十五星六 这条期的意思在于 我平炮一捉鞠 捉个马 那黑方就 鞠四平六 先闪开再说 这儿红方的平均抓一下 希望把他逼退 黑方前进无路 只能后退 红方冲兵 准备过兵欺负他 黑方如果上马的话 冲过去还是受不了 但是你如果上中马的话 先继续勒啊 这兵就过河了 所以他确定 先冲一个阻在说 这儿的话 你冲他马就上 你勒他可以再上 这个马是畅行无阻的 红方这期先点去 这个其实走得有点过分了 下部冲兵欺负黑方 黑方在这儿怎么办呢 他想的办法是点炮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现在冲 他这边有可能呀 中间一将啊 铁门栓利用你 将他必要受退回就行了 那么这时候 红方的先不是 黑方仍然是 准备加上炮 红的也不管这么多 我先冲你再说 黑的他直接出的话 他这边可以出来 但是没用 他决定啊 吃掉跟他对杀 红方一瓶不给你换 黑方到这儿的话 就走了个马三进武 这招棋的话 其实啊 是一个换棋啊 你看这一吃马 也打局没了 其实当你吃马 这颗他穿一枪 你就电炮 他砍炮一枪的打掉你 最终他这棋也是冰种好 而你这边画也差不多啊 其实 在这儿没有便宜 上马的话 这个棋啊 准备再去彩炮吃马 那黑的就直接上来了 他这个棋意思是 你要上 他这边可能啊 现在会牵你一下 这边还有铺巢的棋啊 彩炮 手段很多啊 要闪击 红的选择招法是鞠柳平翼 顺势横扫先军啊 你看黑方怎么走 黑方这个棋啊 其实三个子前线进攻啊 这个马推回手指底线 比较稳妥一些 但是的话 他临场选择上来 这个棋 他忽略了一个 鞠在险地的问题 红方初帅 就要捉他了 黑方到这儿的话 一将 红的这棋跟他对一下 走这之后 向着鞠 这边还吃着炮 黑方去 宝炮的时候 红的就给他打掉 这个时候呢 黑方认为你吃一个 我吃一个换了 不就完事了 但他却忽略了红方 这个窝草马的棋啊 这太厉害了 关键有炮 把这门对方一出来啊 一面一将就出问题 现在吃着马 要不要逃呢 你这就算看的话 他马一上点将也是问题啊 所以这个棋确实不好下 他决定先采取产先手 红方到这儿的话 就捉一下 黑方你再逃的话 一旦马一上呀 这棋啊 你不出来点将杀 出来之后 窝草将一面拍杀 他这个确实是不好下啊 他决定就先上马 就弃了 为了解杀也是杀非苦心 到这以后呢 这个棋啊 那红的选择一个退区 就给他吃了 黑的这时候呢 一踩 想要去求和 那红的他换 硬上马 黑的没办法 退回去抓 红的一将 黑的就退 这儿的话 撤回以后 对方是落了个式 找机会想调整过来 那红方的棋就浸泡了 现在这个棋啊 中泡一将 进鞠看马 过一甩 就危险了 对方的话 这个棋啊 走的是 鞠四加 桌 那这个棋 其实一将 这个没有用呀 对方也只好 就不可思 他必要是可以出老将 那红的先甩开 意思是点将 B可以放去出 出来的话 这个棋啊 其实点一将啊 你一上 它退回一个 炮打马的棋 还是可以驱赶你 所以这个棋 将来在游面利用你啊 很不舒服 他决定 把这个棋 强强长起来 那红的这个棋啊 先冲冰 黑的赶快调整一下 那么这棋 红方呀 炮一瓶六 这儿一手之天 把黑方挡住 下一波 创马杀棋啊 对方就受不住了 所以看着杀招 这没有办法呀 到这就认输了 那么这个棋 如果平均啊 苦手会怎么样呢 他马上就杀底将去了 飞将的话 上去就是一将 相一踩之后啊 这个棋你就受不了了 到这以后呢 你看着好像利用他 其实这儿看你一将啊 这儿穿你一将 连续手段就杀棋了 所以这个棋啊 赵国荣不得不认输 这盘棋啊 赵新兴获胜 这盘棋 将近是荆轲 此秦王 2013年的相甲 第21轮 党匪对战许云川 开局是中炮 对战的是平凤马战刑 红方走的是过河区的交法 那么黑方就选择平炮要队 红方不对 黑方准备打虚 红方形成五六炮 黑方还不能急 你急于打的话 他这里啊 一平哈捉你 谁黑的他总是居一平二 这步棋呢 就是啊 静观其变 看对方怎么走 其实这儿的话 积极招法应该走 齐和鞠 为什么呢 因为到这儿以后 这个棋 他是要杀过来 把这兵拿掉 现在自己就可以活马 那红的如果不肯的话 这儿就得去冲 黑方顺势就可以推过新马 将来服用打鞠啊 那你还得逃 你一逃 他顺势可以加中炮 下一步棋就可以出局了 黑的出子又快 又可以呢 打击红方啊 这个棋应该说形式不错 那么实战 他没有走到 局八 进五 七合 而是 局一平二 是为了球稳 快速出大子 这样的话 红方就上马 要牵着对方 黑方不肯 红方冲中兵 此刻 黑方再想长去啊 已经是比较慢了 因为红方要冲过去了 所以黑方这时候 先退卧心马 那么这儿准备呢 找机会补中炮 不过红方这个小兵啊 就冲过去了 所以我们通过局面 可以发现啊 黑方这个棋 他慢了一步棋啊 就来不及补中炮 红方直接冲过去之后 黑方他设的个陷阱 是什么呢 就是等你去拱 你一拱 我这边一吃 你这儿一吃之后 我就把局给捉死了 但是呢 这个棋啊 走到这里之后 红方不可能去拱啊 这儿他选择马三进五 去看住 意思是啊 无论你打还是车啊 我将来中炮可以打过去 再放中炮 这个两门中炮呀 在中间啊 可以放射雷霆之势啊 这儿 黑方确实是不太舒服啊 随时这个马可以上去踩马 将来一打局的话 人也才多吃一个 那黑的这个棋啊 他选择招法就是啊 将就记啊 明智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他等着你上啊 因为中路问题还没有解决 你如果先上的话 这个棋啊 反而会被黑方这个 打一将所利用 红道不通常不是的话 以为啊 你打局 我一踩拓吃一个的时候 黑方可以抢 先走到局二平四 这部棋啊 封锁对方的降门 非常厉害 首先你不能吃啊 他踩掉 你再吃的话 鞭炮一打 下底炮啊 太厉害 这个你受不了啊 这儿的话 你先推炮也是打别命啊 他就弃子 出来的话 这个棋啊 那么他这边有一个啊 G8进 就有棋盒 这边的特点呢 就是说呀 这个棋啊 将来给我勒马 就批破你去换 你一旦一换的话 他这个棋啊 这边有一个啊 平炮过来 就可以追回狮子 将来仍然是占优啊 那么这部棋啊 确实很厉害 如果你选择退回啊 希望跟他换的话 根本来不及 他一招十能摆尾啊 就把鞭给抽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呀 这个棋 红方上马虽然厉害 但是黑方有弃子的手段啊 阻杀 比他更厉害 所以红方在这不敢轻挤妄动 只能先退一步 形成连环马 再说 到这里黑方赶紧 把鞭赶走 这儿的话 红方呀 选择了平鞭 黑方借定力 打出来 踩着鞭 红方就点进去要吃炮 那么这个棋啊 黑方便是把这炮吃掉 现在的走法就是 向掉他 以绝后换 对方的话 再去甩 这边的话就对拘 你不对的话 这个拘过去趁满 也受不了 对完之后呢 红方的仔细非常灵活 黑方到这儿的话 他只有单击炮 所以这个棋 他不好开展 比方说 你点了下二线吃他 不过是打你 穿肩之后下击炮 看着抽居 其实他也不上老帅啊 这个炮在下二线 可以解围 这样的话 下一步棋 他要上马去卧槽 那黑方就呀 比较痛苦了 所以这个棋 他不太好防守 这就是现在这个 最新招法 为什么我们说 要避开这种飞刀呢 就是说 开局要走七合局 如果太消极的话 就会被红方飞刀所利用 但是当时的话 党匪没有走到去不起 他可能走得比较凶悍 把对方炮给吃了 那么意思就是呀 你这个炮 想打出来反击不行 我先吃掉你之后 让你这个炮点尴尬 那么这样的话 黑方他进去呀 就吃炮 看你怎么走 你这个炮一走 人家始终有一个拆炮的棋 将来有可能下底炮 也有可能 鞠过来之后 点中间啊 再退炮打马 等 欺负利用你 所以这个棋 红方呀 感觉要受攻 就索性给他换了 换了之后 意思是快速把鞠拿出来 将来的话 可以过去吃对方的马 那么这儿黑方 选择的是过河鞠 红方还是按照这个思路去走 这个时候其实 红方更积极招法 是走鞠八进五 因为这个棋子黄区之后呀 他可以呢 有一个上马去铺巢的棋 所以红方本拘 就是破对方握心马 关键就是握槽马 走鞠三平四的话 是想急于求成 那黑的就足五精英 当你进去抓的时候呢 结果人家上马反而采鞠 你想双鞠线杀他来不及 破了空 这儿的话不得不退 眼看他要进足抓你的马 所以他只好退手合口 这样的话攻守两利 黑方这棋 他想上这个马 又怕人家进去吃马 所以就先看住 下一位再上 对红方来讲的话 可以选择退鞠回来 就是说我现在吃你的中兵啊 你就不好下 当然黑方会进足 这个棋的话 红方也是牵着 那么这儿你在上的话 他现在啊 就会落下踩鞠 然后对鞠利用你 双方一带一交换啊 现在有个什么棋呢 就是你过足 他把马一踩之后 过来把你马就抓死 你会狮子 所以你这时候啊 应该是不敢过的 正常的话 你得选择退才行 那么你一退的话 红方这个棋啊 可以去过啊 当然黑方这边呢 他也可以过 红方这儿啊 正常上就行 黑方这个棋 将来啊 可能就是要回马去对 对完之后呢 红的将来这马也可以挑开 黑的最终你也持不到 所以双方这个棋啊 差不多啊 那么这儿的话 可以看出啊 退鞠比较稳啊 走冰三金一 应该说是有点草率 忽略了黑方的手段 你现在退鞠来不及了 他现在坐金 要拱着鞠 还要赤马 眼看要失死的情况下 那么红方 他选择一个鞠平过来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黑的就不是 红的这个棋啊 选择是鞠金二 跟他对鞠 那么黑的啊 选择是鞠四平八 就坚守一条线 这儿的话就换掉啊 换之后 现在还逝着鞠啊 这鞠还得逃 退回以后呢 黑的足五金啊 这一充马 红方立马这个棋啊 就阵型溃散掉了 没办法 只能退啊 黑的又过一足 咄咄逼人 红方还不敢吃 担心对方有可能进去吃马 这边形成一个狮子啊 因为你吃对方的话 人家可能上马挂脚杀你 一旦这个鞠马等着杀进来 那你这棋就输了 所以红方有顾忌情况下 就先捉一步 对方赶走 找机会的吃 那黑方直接上马进行了转换 到这儿红方还不得不换 你不换的小子也充手不到呀 到这儿因为吃这马 你顾不上相 那是又踩了 黑方双足一连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确实是厉害 那么这个棋啊 应该说就是一个优势很大的参局了 红方的话不甘心 想跳出去 纠缠一下 把对方这个足吃掉 黑的选择以退为进 红方肯定要吃个边足 黑的这时候选择一个点狮 想要抢兵 追杀对方的马 红方挺兵不让 缓兵之际 黑方的平狮呀 准备回去把马一锁 就准备靠这个马双足呀 欺负狮 这儿的话 红方冲边兵 黑方就上 红方这个具用围一掉 守住不让对方上 即便跳过来 他可以捕事呀 那黑的不着急 先飞个向 红方也是补个式 黑方退回把马勒住 红方就冲 黑方进出呢 进行一个腰队 这儿的意思是 打通足定线啊 攻守两立 那这起很明显 就要欺负红方了 红方呢 一个单狙 暂时确实没骑 吃马的话 那黑的就裸向 红方的话 意思是顶住他 那黑方 就给他吃了 红方呢 意思是金兵 给他换 那就换掉 到这儿其实啊 红方已经是慌不择路了 为了去对了兵 把象还给丢了 丢完之后 这个棋仍然挡不住 对方上马的棋啊 这棋却是痛苦 只能退居应难 黑方小足下 这招棋呢 就是我能上马 我不着急 然后不战去先这兵 让你去投降 红的肯定是不甘心啊 掉居过来 找机会 吃足继续牵制他 意思是你要平足就不要上马 你上这边我可以顶你 黑方这个棋啊 不上当 他硬上马 你敢吃我足 我上马杀你 所以他想把红方鞠掉过来 但这时候呢 红方他治个事啊 他不甘心举过来 那这样其实也是 放黑方足下来了 到这儿这个棋啊 很快就顶不住了 那黑的现在平足 轰的这个棋就出来 黑的直管下 这个棋啊 被淋成下了 党鞠想过来吃马 驱赶对方的足 黑方这些瓶进来 不要受破双事啊 那他当然是跟住不让 到这儿 黑方呀 随时可以呢 足死瓶舞 但是黑方这个时候走一个 让我们出乎一道的招法呀 直接小足砍射 这棋突然就气了 那你要尸掉就踩你 那实战确实是尸掉 他没敢去吃这个马 为什么呢 因为你吃完之后 他有这么一招气 小足抓鞠 这棋下的确实气人啊 你一吃僵死了 所以这个棋有抓鞠的手段啊 那这里啊 叫杀 所以红方只能吃 黑方也就踩到了 所以红方想把对方马赶走 不让破双事啊 这个棋没有实现 最终还是被对方破双事给破了 到这儿啊 这个棋啊 眼看有回马将或者彩相啊 他平拘过来坚守 这儿的话 黑方小足嘟嘟逼人 硬要将 一旦这三个子杀进城中呀 红方是守不住的 到这里就忍输了 这盘棋啊 许云川获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